一天,释迦牟尼佛坐在王社城的竹林经社里,出去托伯的弟子们陆陆续续地回到经社,一个个威仪剧组,神态安详,弟子们静静地走到水池旁边,戏剧粘在脚踝上的尘土,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在作剧上,等待佛陀的开始。 但是,佛陀截金刚坐,慈祥地说,世界上有四种马,第一种是两马,主人为他配上马鞍,套上配头,他能日行千里,快速如流星,尤其可贵的是,当主人一扬起鞭子,他一见到宾影,便知道主人的心意,时速缓急,前进后退,都能够揣度得恰到好处。 不差毫厘,这是能够明察秋毫的第一等两马,第二种是毫马,当主人的鞭子抽过来的时候,他看到鞭影,不能马上警觉,但是等鞭子扫到了马尾的矛端时,他也能知道主人的意思,奔驰飞跃,也算得上是反应灵敏,脚尽擅走的毫马,第三种是庸马,不管主人多少次仰起鞭子, 他见到鞭影,不但毫无反应,甚至皮鞭如鱼点地抽打在皮毛上,他都无动于衷,反应迟钝,等到主人动了怒气,鞭棍交加打在他的肉躯上,他才能开始察觉,顺着主人的命令奔跑,这是后知后觉的庸马,第四种是弩马,主人扬鞭之时,他视若未堵,鞭棍抽打在皮肉上,他仍毫无知觉, 直至主人圣怒之旗,双腿夹紧马鞍两侧的铁锥,煞尸痛刺骨髓,皮肉溃烂,他才如梦方醒,放足狂奔,这是余力无知,明文不化的弩马,佛陀说到这里,突然停顿下来,眼光柔和地扫是注重弟子,看到弟子们去经会审的样子,欢喜悦意,继续用庄严而平和的声音说, 这四种马好比四种不同根气的众生,第一种人听闻世间有无常变异的现象,生命有陨落生命的情景,便能悚然警惕,奋起精简,努力创造崭新的生命,好比低等两马,看到鞭影就知道向前奔跑,不必等到死亡的鞭子抽打在身上, 而丧身失明,后悔莫及,第二种人看到世间的花开花落,越圆越缺,看到生命的起起落落,无常亲逼,也能及时鞭策自己,不敢懈怠,好比第二等好马,鞭子才打在皮毛上,便知道放足驰骋,第三种人看到自己的亲族好友经历 死亡的煎熬,肉身坏灭,看到颠沛困断的人生,目睹骨肉离别的痛苦,才开始幽不经举,善待生命,好比第三等优马,非要受到鞭杖的切肤之痛,才能幡然醒悟,第四种人当自己病魔亲身,四大离散,如风前残烛的时候,才悔恨当初没有及时努力,在世上空走了一回,好比第四等奴马,受到 撤骨撤髓的剧痛,才知道奔跑,然而,一切都为时过晚了